日本关东大地震震撼了全世界 但事实上日本人的防灾准备跟应变 这回也让各国敬佩 像是千叶县一个社区自治会 一年会有一到两场防灾演习 因此这次碰上了大地震 加上了另有场的爆炸 从疏散到避难都相当的顺利 没有人受伤 台湾或许也可以从当中学习 继续就是我们民事记者 汪宇荣 邱少阳来自日本报道 大地震发生后附近炼油厂 接着爆炸千叶县市原市武警区的居民 当时立即被疏散 武警中央艇自治会长山川德雄 当时就拿起大声工 引导居民到附近小学体育场等地方避难度过一晚 良いでしょうね助け合いは まず自分が外へ出たら 早く避難してください っていう声が先 火事でも何でもそうですよね 車椅子の人とか それから足の不自由の人 一人で歩けないような人もいましたので そういう時は近くにいる人が手を貸したり 感動よりもやっぱり必死 もう頑張るしかない 辛い時に助けない 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日本人在地震後 有秩序的逃離 和互相協助的精神 令全世界敬佩 山川德雄说 能够这样除了人民素养以外 平时的防災意识 也很重要 像武警中央庭自治会 自己还有一个防災协会 每年举办一到两场的演习 提醒居民在災難发生时 如何应变 而防災道具包括急救箱 安全帽等等 都所在附近公园的柜子里 需要时可以随时拿出使用 寒い時はこれで車を こういう状態になれば 多少 そして怪我人が出たら 怪我人が出た時は これを炭化代わりに広げて 定期举办的防災訓練 在这次地震後派上用场 日本要恢复到地震前的情形 恐怕还要一大段时间 不过因为平常就有防災的意识 所以已经把伤害降低了许多 理事新闻翁玉荣邱绍阳 日本千夜报道